昨天学了戴学陈先生的敬业丝 古体的是吧 那他今天应该是磨尽的嘛 你们听出了磨尽了吗 没听出来是吧 为什么呢 他是银颂调 他从基本调已经改过了 已经改得很有个性化了 但是 它的那个内核 那个基本调的那个基础 还是在的 窗前 明月光 一时日地上说 这两句之间 它的旋律有关系吗 听出来了吗 是磨尽的吗 很难听出来 但是 你把它缩短 把它那些 吟送掉的那些 独特的东西给它抽走 去读它的基本音 那就是 窗前明月光 一时地上说 现在能听出来了吧 磨尽的 这 这不磨尽的吗 整个这个旋律下来了 只不过第一句是 窗前明月光 光一个字 整个的这个 往下走的这段旋律 就是光一个字 第二句呢 这一段旋律唱了三个字 不一样 但你只要把它一缩短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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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下调 最后一句呢 低头思故乡 就是一时低上霜 同一个调子 这首诗的调的组合 上中下中 不是这样吗 这样就明白了吧 都是这样的 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形状 再简化一点 就是这样 上中下调 一般的上中下调之间的关系 都是这样的 上调和中调之间 磨进的关系 大于80% 比较明确 磨进也不是百分百的 百分百的磨进太难听 一般会大于80% 中调和下调呢 一般大于60% 它的磨进关系要少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下调要向上挑去 够那个上调去 所以下调 往往跟上调中调要差异大一些 但是基本的样子应该还是差不多 基本形态应该差不多 就是这样 上中下调 上中下调的使用 也不是循环的 不是上中下 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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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 它每一句用什么调 上调中调还是下调 它是有规矩的 要琢磨过的是吧 你看我们一直引诵 每一句都说 哪句高啊 哪句低啊 都得琢磨琢磨嘛 是吧 这就上中下调的一个安排问题 好 我们有这个基础 下面就来做一个练习 我们要亲自的练一练 这个磨进 亲自来吟诵一下 体会一下 传统的吟诵 我们这儿讲的都是传统的吟诵 我们要把传统吟诵的形态把握住 才能弹得到去做新吟诵 温固而知心 不温固怎么能知心呢 是吧 我们以春晓为例 教大家一个吟诵调 这个吟诵调是谁的呢 聂家宁先生的 记得我们吟诵是有传承的 如果你吟的是一个传统的调子 你一定要说明那是谁的调子 这个就叫传承 这是传字叶佳寅先生 叶先生的这个调 我来教大家啊 先学会他 我一句 大家一句 好吧 只教一遍啊 春眠不绝笑 春眠不绝笑 楚楚闻啼鸟 楚楚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花落之多少 夜来风雨声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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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整体来一遍啊 开始啊 春眠不绝笑 楚楚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夜来风雨声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吟语声 吟诵的时候要记得一字形枪 要用枪音 你看 春眠 春眠 安安 后边那个安安是什么 字尾枪 所以音量要小 春眠 眠 是吧 不 绝 两个字都是入声字 不 绝 小是三声的字 小小 是吧 诶 初 初 这个无是为了构后面那个字的 它是个字尾枪 所以音量要小 初初 闻啼鸟 是吧 诶 用枪音唱啊 来 你再来一遍啊 春眠 不觉晓 处处 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嗯 很好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调子啊 不用写乐谱 没用啊 你就画线就行 是这样吧 看高低是这样吗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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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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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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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第一句是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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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嗯 嗯 嗯 第 2句呢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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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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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tions 没有! Independe skill 是这样啊 嗯嗯嗯嗯嗯 嗯 是这样了 是吧 哦呜哦呜哦呜 哦呜哦呜 哦呜 哦呜呜 哦 嗯嗯嗯哦 嗯嗯嗯 是这样啊 咪咪掃咪 咪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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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掃 拉拉得拉扫 拉拉扫拉得拉扫 拉得咪咪咪咪掃 你可以不懂譜 但你声音的高低听得出来吗 起伏線就是这样的 你一看 磨劲的 这不是磨劲的吗 很明显的磨劲 对吧 你唱也听得出来啊 摩镜的嘛 唯一的区别是哪里 就这 这少了一块 对不对 花落之多少的花 你要是重复一遍 说花花落之多少 那么就是一样的 就完全百分之百的摩镜 所以这个摩镜关系大于百分之八十 但也不是百分百 是吧 这就是上调和中调 下调呢 很有意思 这个下调 是这样的 这个结构就是这个结构的一种特殊形式嘛 就是这样 其实有很多很多种表现形式 它不是就是这样的 这也是它的一种表现方式 上中下调 就是这样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传统音纵 分析完了吧 学会了吧 要不要再来一遍 要不要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啊 花落之多少 花落之多少 也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好 这不就是个基本调嘛 你还要在它的基础上 再去琢磨 才会变成你自己的引诵调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过程 就相当于以前的学生 从司徒老先生呢 哎 接受了一个调子 于是用它来读另外的诗 一样的 我们现在重新经历这个过程 那现在我们用这个调子 来吟诵杜甫的正为八处事 这是需要解释吗 不用解释吧 这像大白话一样 很简单的啊 那么开始吟诵了啊 来一二开始 好好停停停停 哎 好 我就等在这儿了啊 你们第一句用的什么调啊 上调 哎 这个吟诵调啊 或者基本调啊 它是有固定的开始调 一般的这些基本调 都有固定的开始调 叶先生的这个调 固定从上调开始 但唐调固定从下调开始 不一样的 还有从中调开始的 这个调是一定要从上调开始的 所以第一句你们的选择是对的 要选择呀 第二句呢 你们选的是中调 这个也是对的 为什么呢 它的中调跟上调模进的关系 太密切 太密切 所以这个基本调 基本上中调总是跟着上调走的 但是中调完了之后 到第三句 我看你们就岔开了 有人选了上调 有人选了下调 对吧 都可以的 它既可以是上调 也可以是下调 如果它是上调 第四句是什么 中调 中调要跟着上调走 如果它是下调呢 它可以是上调 还可以是 下调 对 你们还说还可以是中调 好了 你们看 有这么多选择 那如果第四句是中调 第五句呢 可以是上调 也可以是下调 如果是上调呢 第五句是中调 如果是下调呢 第五句可能是上调 也可能是下调 如果是中调呢 可以是上调 也可以是下调 你看 它的选择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 上来就淫宋的时候 也要选择上中下调 上中下调不是循环着用的 它是需要你去选的 怎么选上中下调 就这个淫宋 这个传统的淫宋中 这个上中下调的这个安排 它这个规律何在 是吧 你看 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首先得抓那个关键的东西 是吧 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在上中下调中 哪个调是最关键的呢 哪个调 上调 因为上调出现 你看 是吧 它跟着 后面都跟着的 那好了 上调就是第一句的旋律 那现在有个问题 唱歌的时候 什么时候第一句的旋律再次出现 这就决定了我们 什么时候出现上调 对吧 这个上调 什么时候上调再次出现 如果把这个事确定下来 基本上这个 这个调子的这个结构 就确定下来了嘛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上调再次出现呢 那就这个问题 唱歌的时候 什么时候第一句的旋律再次出现 在什么地方 什么 什么 大声说我没听清楚 第一句的旋律将在第二段的第一句再次出现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 所以上调的再次出现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分段 所以知道怎么安排你的调吧 在分段的地方 在分段的地方安排上调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怎么分段 你们说怎么分段 这个诗也好 这个诗也好 文章也好 要分段的话 要靠什么来分段 学吟诵应该变得聪明一点了 对不对 靠什么来分段 然后我们说靠意味 靠他的意 什么意啊 到底是字意还是因意啊 当然字意也分段 因意也分段 但是要记得 人是可以撒谎的 字是可以撒谎的 因很难掩饰 所以你不要开始就从字上去分段 你要去找声音 声音的分段 不是这样吗 要一个人跟你说的话 是吧 说的都是很高兴的事 特别高兴 是吧 我好高兴啊 我今天好好啊 我心情好好呀 我走到哪都好开心呀 我走到哪都好开心呀 走到哪都好开心呀 他的声音突然降下来了 你听出来了吗 他在这个时刻 突然之间心情发生了改变 但是他的字是一样的 是吧 先找声音 先找声音 对于一个诗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运 所以分段的标记 首先就是运的改变 叫做换运 换运就分段 一换运就分段 我们回想一下官居 是不是这样 五行分四段 为什么 压了四个运 平上入去 是吧 他压四个运了 运的转换 在骨体师中 骨体师可以换运的 骨体师的换运 一般都是在不同的声调之间换 绝大多数都是不同的声调之间换 为什么 情绪转换大呀 情绪转换大 你才需要换运呢 只有少数是在同声调之间转换 同声调之间转换 一般也是说 开闭口音之间转换 比如说 我阿运转音运 一开口转闭口 是吧 很少有说 我恩运转音运 那你转它干嘛呀 是吧 你这毫无意义 一般不是这样的 就是换运 所以你一看运一换 你就知道分段了 很简单的 但是很不幸 这首诗没换运 一运到底的 一运到底的这种诗 它也会留下声音的标记 因为它情绪变了 它一定会有声音标记的 它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它没留下运的标记 它就留下了别的标记 你们来找一找 这个诗中的声音的标记 就有什么地方 你读到那觉得 这个声音有点个别 有点不一样 那么那个地方 就是分段的地方 找一找 找一找 读一读 这个就要读了 对吧 读一读 你读到那就会觉得 有感觉的 那个时候 看看谁能找到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有谁看到了 什么特殊的声音 有没有特殊的声音 哪里有特殊的声音 有没有 哪有音频和阳频 在什么地方 它一个运 古代就平生运 平生不分阴阳 它都是一个运 我已经说了 不是运上的标记了 是吧 是什么 没排的什么 第一句怎么了 第一句怎么了 按照什么 你能不能把注意力 放到声音上 你干嘛要去琢磨意义呢 其实不用琢磨意义 声音本身就已经告诉你了 这说明你们对古人作诗的方法 很不熟悉 所以才会这样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这首诗中啊 有一些句子挨在一起 他们出现了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啊 比如说 从上君子堂 下面是 西别君未婚 在同样的位置 第三个字上 出现了同一个字 你读到这儿的时候 你的声音上 重复了一个声音 你没感觉吗 是没感觉啊 我们已经 已经没这传统了 你们觉得 读到这个位置 又出现了同一个字 重复 是吧 这个声音很特殊啊 再往下 还有什么 问我来何方 和问答乃位已 同样的位置 又出现了同一个字 还有 一举累时伤 和时伤亦不醉 一头一尾 出现了同样的字 你读到那的时候 没感觉啊 声音上 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当两句话 挨在一起 一头一尾的字 是一样的 叫做什么 顶针 同样的位置上 出现了同一个字 叫回环 顶针和回环 是我们古诗的一种 修辞方法 经常使用 所以就是读诗少 作诗少 才会这样 没感觉啊 好 当顶针和回环 出现的时候 就是当两句在一起 有一个声音 是重复的时候 那么这意味着 这两句 它是属于同一段的 还是属于不同段的 同一段 不同一段 仔细想一想 同一段 还是不同段 顶针是同一段 来 我来说一个顶针的 童谣 这个休日平老师 号称是中国 最好的童谣的 那个童谣啊 顶针的 说唐僧骑马 东那个东 后面跟这个孙悟空 说孙悟空 这个本事大 是后面跟这个猪八戒 猪八戒是嘴巴长 后面跟这个沙和尚 说沙和尚是挑着蛋 后面跟这个老妖婆 什么老妖婆 心肠毒 就是顶针意味着 同一段还是不同段 不同段 不同段嘛 对吧 唐僧骑马 东那个东 后面跟这个孙悟空 孙悟空 你看顶针了 顶针意味着分段了 顶针 就是分段 为什么顶针是分段 这个问题要倒着问 为什么分段要顶针呢 因为中国人不喜欢段 我说过了嘛 中国人最讨厌就是段 分什么段哪 还分段 我们拿个梨 都不愿意分着吃 中国人就是不喜欢分 不喜欢段 不喜欢独立 我们要抱团 跟西方正好相反的 对不对 对啊 你不要管他的内容 你就看他的声音 就知道他是分段了 在宋词的演唱中 有一种技巧 就宋代的时候啊 唱宋词 叫过片偷生 片是什么 就是雀 宋词不是两雀吗 一般都是两雀 对吧 两雀的格律是一样的 格律是一样的 旋律就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演唱并不是这样的 过片就是从上阙 过到下阙的时候 下阙的第一句的旋律 应该和上阙的第一句的旋律 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演唱中 这个歌手经常会把这一句的旋律呢 跟着上阙的最后一句的旋律 继续发展 然后从第二句 才回到原来的旋律上 这个意思是什么 不让你听出来他分段了 你以为他没分段 还在接着唱吗 偷偷的他就回去了 偷偷的他就过渡到下一阙去了 连起来了 所以中国人喜欢连 不喜欢断 分段了怎么办啊 重复一下 让他连起来 我们的民歌 我们的古诗 很多很多的顶真和辉欢 就是这样 让他连成一个整体 连成一个整体 是吧 所以说 这首诗哪分段啊 这儿分一段 这儿分一段 还有呢 这儿分一段 所以 西别君未婚 儿女呼成行 竟仪然竟负职 问我来何方 他们是一段 这两句是一段 这三句一段 这两句一段 现在我们再来看文艺 看他的字面的意思 是不是这样的 西别君未婚 儿女呼成行 依然竟负职 问我来何方 这两句说的是什么 说什么内容 是 所以他的主题是 儿女 都是回忆 说儿女呢 这两句不在说儿女吗 那时候你还没孩子呢 你看你的孩子怎么 他不在说儿女吗 对吧 你再看这三句 温达乃为你 去儿罗酒江 业余捡春酒 心催见黄梁 祖川会面男 一举累时章 这三句都在说什么 说吃饭嘛 他说吃饭 你再看最后两句 时尚义不醉 赶子顾异常 明日隔山月 事事两茫茫 这两句说什么 说分别嘛 所以文艺也是这样的 字异自然是符合的嘛 自然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从音译上去分段 好了 我们看 我们分出来的段 不是两句的 就是三句的 对吧 前面呢 五句 所以一定还有一段 那个段在哪里呢 不是在这儿 就是在这儿 是吧 只有这两个可能了 对吧 如果不是两句 就三句的话 那不是在这儿 就在这儿嘛 对吧 那在这儿 还是在这儿 它的区别就是 这句和这句 是一段的 还是两段的 就这么一个判断 你看一下 少章能几时 并发各以仓 和仿旧半围鬼 惊呼热中常 它是同一段 还是属于不同段 有没有标记 不要去看意思 不要去看意思 看看 有没有标记呀 有吗 先说属于同一段 还是不同段 同一段 同一段 为什么属于同一段 因为 这儿有一个 记 说半 看到吗 这不相当于回环吗 字不是同一个字 意思差不多啊 意思差不多 都在说这样的 思路是一样的吗 思路是一样的吗 是吧 这个呢 叫呼应 叫呼应呢 反正呼应呢 就属于同一段 是吧 少章能几时啊 答案是仿旧半围鬼呀 所以这是呼应呢 那就是同一段了 所以 好了 分段完成 人生不相见 动诸身与伤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珠光 这是同一段 这段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 我们又见面了 对吧 然后 少章能几时 并发各以仓 仿旧半围鬼 惊呼热中床 言之二十载 崇尚君子唐 这三句说的是什么 时间太久了 所以用了几 这个是半 这个是二十 都是从这开始的 说的是 时间太久了 分段就完成了 哦 以后记得 从声音分段 分完了 拿字意去验证一下 就完了啊 所以 贩毒的时候 拿到它 哇一毒 马上就可以出 上中下调 为什么 它从声音就上 就分了段了 所以我们古代 从来不讲分段 用不着 就不就分段了 还用讲 对吧 这老师就这么淫的 学生就这么淫的 段落自然就是这样子的 还说什么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诗 整个的分段 重复一遍 它是 我们上中下调来 是吧 它是 上中 然后分段了 上中下 上中 上中下 上中 它是对称的 这诗是对称的呀 结构对称的 对吧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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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多精美呀 我们按照这个顺序 重新引诵一下这首诗 好吧 体会一下 五骨的感觉 五颜骨体诗 读出来是个什么味道 好吧 人生不相见 就这个高度 可以吧 好 来 来 我们开始啊 人生不相见 动如深与沙 今夕一复和兴 公司灯烛光 少壮能祭食 兵发各一藏 放酒般 未归 今复热中长 言之二十塞 冲上君子堂 西别君未婚 儿女护城行 依然经扶植 问我来何方 问大难为已 去儿落酒江 也遇见春酒 心催天荒凉 诸臣会面难 一句泪世上 世上已不醉 甘自古以尝 明日日歌善月 时时凉茫茫 感觉怎么样 这个诗怎么样 好不好 太好了 这诗做得太好了 是吧 只有吟诵 你才能知道 这个诗 在杜甫的诗中 不算是最有名的 真要是选杜诗一百首 不一定能选上这首 杜甫最好的是七律 但你看这首诗 我原来也不是很重视这首诗 直到有一天 听到叶家迎先生的吟诵 太震动了 叶先生啊 她是个女子 声音很细 沙哑 颤颤巍巍 有的时候还跑调 就这样的声音 唱出来能好听吗 很好听 很感人啊 很感人啊 她一吟诵 我就明白这个诗什么意思了 不吟诵没印象 这个诗太好了 太好了 没有一个字是假话 全是真的 所以这个人叫师圣 昨天我们见识了 什么叫师仙 今天我们见识 什么叫师圣 这就叫师圣 首先是真诚 哪个字是假的呀 全是真的 都是大白话 但是那个感情的深志 那种起伏跌宕 你只有吟诵才能感受到吗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叶先生的原因 看看叶先生怎么吟诵的 我这儿呢 有叶先生好几次吟诵的录音录像 从八十年代的开始我就有 他每次啊 都有点变化 但每次都差不多 我给你们看的这个2009年的录像 这次 他读错了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读错了呢 就这个问答乃未已 他别的时候吟诵啊 吟诵到这儿都是上调 这次呢 他是下调 因为前面是上调 中调 可能他是一时一忽 疏忽 成下调了 这句要是成了下调 你说这句怎么办 你说这句怎么办呢 用什么调 用中调 用上调 那你就破坏了分段了 所以叶先生这句呢 还是下调 那这句呢 还是下调 连续三个下调 到这儿 才开始变上调 这说明什么 他坚持他的分段 所以这个错误呢 恰恰能够反证出 这个上中下调和这个分段之间的关系 叶先生 所有的这些全是本能 他不是从理性上来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当时也反应不过来啊 但是他从心里头就觉得 这几句不能上去 上去就不对 感觉不对 所以他就始终一直压着他 压着下头 是吧 到了这个时伤亦不醉 才翻上去 你听一下这个啊 叶先生的吟诵 这段吟诵的前面 叶先生说过一段话 就是说读的那段话 我们都看过了啊 那我们这次就直接从 从这个吟诵开始看了啊 吟诵开始看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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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大人 即是 毕大阿克的地上 方舊阿伯 回味 今夜无热度共场 夜人之安 世之安 我说 长天子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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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这个就是传统引颂 我们学会很多人听过叶先生的引颂 都是潸然泪下的 这什么叫好的引颂 不在于你嗓子好 也不在于你曲调好 而在于你感人 感人哪 怎么才能感人呢 你对这个诗理解的对 你把他的声音表达出来 就会感人 这样吧 我们也听到叶先生的三个下调是吧 好 我们对这个调掌握了以后 我们换一个 现在我们用这个调来吟诵木兰师 准备好了吗 来 一二开始 好 停停停停停停停 我们又到了分界点了对吧 第一次 第一句用的上调 第二句用的中调 第三句呢 又来这问题了对吧 到底是用什么 你看你们又分叉了 你看一看到底该用什么 哪分段 什么地方分段 凭什么来分段 凭什么来 刚才说过了 凭什么来分段 幻运 这首诗是幻运的 不是跟刚才似的 看一下哪儿幻的运 哪儿幻的 哎 对 哪儿幻的运啊 这儿 昨夜这儿幻的运 为什么呢 既 这 谢 都是入生字 义 也是入生字 所以到这儿才换运 然后呢 兵 民 这个凶 争 这是一个运 所以在那儿换的运 所以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应该用上中下哪个调 下调 你想想啊 木兰在那织布 是吧 织着织着没声了 就听见在那叹息 哎 于是你就过去问他 你怎么问啊 用上调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你就质问他 有那么问的吗 下去 攻下身子 木兰啊 怎么啦 所以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木兰怎么回答呢 这么回答 平常人问你 这么回答 你在这叹气 哎 有人过来问你 小赵 你怎么了 你怎么回答 对吧 你得先 叹口气 哎 没什么 就是那个 只这样吧 所以 第四句用什么 还用下调 还得用下调啊 上中 下下 然后才 朵也 见 君 这才该说 对吧 可汗 大 典 兵 君 术 十二 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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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名 然后呢 啊 也 五 大 用下调 然后也是上中下下 这就是木兰 如果是用上调 阿耶 五 大 或者终于轮到你了 是吧 这不对嘛 是吧 是不是 你看看 是不是这样 声音的分段 和意思的分段 完全是吻合的 你要把它读出来嘛 对吧 好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 啊 道理都明白了吧 那就行 那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啊 现在 该考验大家是不是真的会吻送了啊 哈哈哈哈 因为基本的东西都讲过了嘛啊 怎么来考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会吻送呢 我们这个团队有一个标准的啊 我们我们判断一个人啊 他是不是真的学会了 有个标准的 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踩路的时候 面对老先生 我没见过这个老先生 也没听过他引送 不知道他什么调子 这老先生开始引送 哇哇哇一引送 两句以后跟得上去 就这本事 多则说四五句以后也得跟上去 这后面你就跟着他一块银啊 老先生说 哎哎哎你也会啊 是我不会 但是我能跟得上 就是这样 就得有这本事 为什么 不过就上中下调嘛 你听第一句 你就记住 啊这个调是这样的 第二句 马上跟第一句比一比嘛 哦模进的 还对称的 很简单嘛 第三句上中下调都出来了 第四句可以跟上了吧 对吧 就算你用的调跟他不一样 他用上调 你用了下调 但是他一出口 你就应该知道他上中下调吧 所以你后面就跟得上了吗 没什么 很简单 我们以前经常听说什么 什么语言天才的故事 是吧 说两个人在那对话 用的是一种 他从没听说过的语言 不会在那听 听了几分钟 他就插嘴进去 偏败是吧 我们做不到 没什么 一切都是有规律的嘛 你掌握那个规律就行 我们来试一试 有没有信心 给大家听一个新的音诵调 没听过的 不是叶先生的 是另外一位先生的 他叫魏家赛 这位先生 原来的苏州市的文化局副局长 他是徐州人 江苏徐州人 他说他这个调子是唐调 唐调来的 他有好多的证据 我也没法反驳他 但这个调子的确有徐州的味 徐州的味 我们来听这个调 这个调 中调开始的 它的结构跟叶先生那个调不一样 它是中调开始的 于是一切都变了 分段的调全都变了 中调开始的 它是中下上 它的结构是这样的 就完全不同了 那我的要求 你要是有本事 你从女意无所思开始跟上去 最差最差 也要从东市买骏马跟上去 也就是说到了东市买骏马 所有的人都要开口 所有人开口跟他一块唱 好吧 试一试嘛 试一试嘛 对吧 让我们开始 有信息啊 就不会 《看到》 倒霸 咱们 填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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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symp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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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